Nitianam,大家好,我是Manitia Kailasa Nanda 我的师父尼西亚南达大师呢 是印度教最高教皇普世灵性导师 尼西亚南达Parmashiva上师 在昨天的开示中呢 师父讲到了这样的一个法则 在宇宙当中呢 我们曾经讲过25个 可以说是每一个人呢 有25个意识的状态 然后呢 有11个维度 在 第一个维度呢 就是宽度 这个宽度呢 其实是我们的 是长度 长度呢 是我们的逻辑和知识 就是事实 比如说今天的温度有多高啊 然后这个 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的 这个汽车啊 大概要开多久等等的 所有的这些呢 都是长度 这个逻辑 我们的思维 和事实 宽度呢 这个维度呢 就是我们的情感和创造力 还有所有的想象 然后呢 深度呢 就是我们的认知 我们内心的这个空间 师父就说呢 如果你是在长度的这个角度呢 你要去用逻辑和理解 understanding 用理解的去体验它 在这个宽度呢 这个情感和创造力的这个维度呢 就要用爱 love 用爱呢 去收获它 但是呢 如果你要到深度 认知呢 你就必须要有这个 坚韧的这个 ferocious 坚韧的意愿呢 去打破你所有的这些不可能性 或者是模式呢 才可以真正的渗透到你的深度 你的认知的这个程度 所以呢 在这个基础上呢 我觉得可以跟所有同修分享呢 这个是我们怎么能让自己的内心空间改变 能够让自己有一个突破 能够让自己呢 有一个进化的跳跃 能够让自己的 就是内心空间彻底的提升的 这样的一个方法呢 就是要坚毅的坚韧的去放下所有的 自我怀疑自我否定 自我痛恨 所有的不可能性 所有的这些业力模式 真正的像师傅在前两天开始中讲的 就去 大刀阔斧的 砍断自己的业力模式 就像他之前在开始中讲 如果你愤怒呢 你要对这个人说 我忘记前嫌 你是我的powers 等等 就是这样非常直接的去斩 快刀斩乱麻的方法呢 这样的坚毅呢 才可以改变我们内心的空间 有一个进化的跳跃 所以呢 这是 昨天的开示的一些内容 让我受到的启发 也希望能够用此来启发所有的同修 能够给大家呢 人生一些决定或者是看法呢 有一个新的角度 也就是说 如果你想要用长度 这个层面去看这个世界 你去理解它 用宽度去体验这个世界 你要用爱呢 去感受这个 所有的 这个 情感 用爱呢 去 创造情感和体验情感 创造这个所有的创造力 但是如果你想要自己进化跳跃呢 就必须有坚毅的这个 觉知 这个 可以说是这个意识的 觉醒的这个状态 然后呢 你的每一天呢 都会在突破和这个 圆满中 往前进展 这样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 你的人感恩 谢谢大家